一星期一本书 全望妈妈们羡慕哭了 前不久一位厦门妈妈火了 她和丈夫不幸被感染 但两人的流调一经公布 立马引起了无数妈妈的羡慕 这三天内她外出时 一共做了洗头 美甲 拿快递 买水果四件事 而她的老公既要上班赚钱 还要顶着炎炎夏日 送孩子去补习班 陪孩子打篮球 聊聊几个字 就能让人感受到 她的幸福与舒适 不用为了孩子 手忙脚乱地赶时间 不用为了丈夫的不负责 而生闷气 还有空认真打扮自己 妈妈们纷纷感叹 她嫁对了人 但是转念一想 这才是妈妈们该有的生活状态 妈妈们也应该拥有自己的爱好 实现出家庭和工作之外的人生价值 妈妈们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画画 瑜伽 跑步 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 穷养儿 富养女 但其实一个家庭最该富养的是妻子 因为妈妈是孩子的榜样 妈妈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因为妈妈是家庭的情语表 妈妈开心了 家庭氛围才能轻松舒适 正如心理学博士红兰所说 母亲是一个家庭的灵魂 母亲焦虑 全家焦虑 母亲快乐 全家快乐 富养妈妈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曾有一位爸爸 向美国著名的脑神经科学家 梅迪娜教授请教 教授 你告诉我 我怎样才能帮儿子考上哈佛大学 梅迪娜回答说 从现在开始 你回家好好爱你的老婆 众人表示不解 梅迪娜教授解释道 在美国 对学业成就的最佳预测指标 就是家庭情绪的稳定性 家庭情绪稳定性 大部分可被妻子的情绪所预测 一个被爸爸的爱静润的妈妈 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孩子 孩子犯错 他会大度包容 耐心教导 孩子进步 他从不吝啬赞美 一家人其乐融融 反之 一个被爸爸长期忽视 粗暴对待的妈妈 会将自己受到的委屈与痛苦 无意识地发泄到孩子身上 身边有一位妈妈 儿子一旦考试没进入前十 他就破口大骂 你就跟你那不成器的爹一样 有一次母亲节 儿子亲手给他制作礼物 他非但不开心 还在朋友圈抱怨 儿子都比他爹强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 叫踢猫效应 讲的是 丈夫在公司里受了气 回家开始找妻子的茶 妻子将心理的怒火 一股脑发泄在孩子身上 孩子被妈妈骂后 便狠狠地踢了路边的小猫一脚 小猫受到惊吓跑到大街上 不料被飞驰的汽车撞死 在踢猫效应中 坏情绪是由强到弱 依次传递的 痛苦最终由最弱者承受 然而现实远比理论更残酷 理论中小猫是手气包 现实里 孩子才是坏情绪的垃圾桶 央视纪录片《镜子》中 有一位14岁的少年 叫泽青 他出生于一个高知家庭 外公外婆是退休教师 妈妈是医生 爸爸就职于事业单位 可泽青却变成了一个小混混 他辍学在家 沉迷于网络游戏 妈妈要是唠叨他 他便拳打脚踢 出言不逊 骂妈妈太贱 还用凳子砸妈妈 谈及自己堕落的原因 泽青说 因为我妈脾气很暴躁 说话刺耳 还家暴我 那妈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泽青描述了父母之间的关系 我爸跟我妈一言不合的时候 就会使用暴力 苏霍姆林斯基曾对爸爸们说 你想教育好孩子 首先要真心喜爱自己的妻子 因为爸爸对待妈妈的方式 就是妈妈对待孩子的方式 换言之 富养妻子 其实就是富养孩子 孩子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关键在于爸爸此刻怎么做 如果说妈妈的情绪 会影响孩子的未来 那么妈妈的处境 能影响一个家族的命运 一位被富养的女性 能让老人的晚年幸福 能让丈夫的事业节节高升 因为当妈妈浸润在充足的爱中 便不会计较鸡毛蒜皮的琐事 从而因小失大 她们能冷静地对待一切挑战 做出正确的判断 她们不是丈夫的贤内助 而是与丈夫一起为家庭冲锋陷阵的女战士 所以聪明的丈夫富养妻子 愚蠢的丈夫压榨妻子 想起微博上一个话题 追到喜欢的人是什么体验 原以为话题内会是满满的狗粮 不料却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丈夫们悠哉悠哉地拍下妻子 做家务时的样子 非但没有体谅与感谢 还得意洋洋地说 当初为了追你送了多少花 现在还不是乖乖给我洗衣服 生俩宝 做免费保姆 当初老子追了你四年 才肯嫁给我 现在还不是给老子做饭洗衣 无一例外 镜头里妻子的眉头是紧皱的 家庭的环境是杂乱的 当初他们拥有广阔的天地 如今他们被困在家庭里 无处施展裙脚 至于心胸如此狭窄的丈夫 在职场上能有多大的成就 可想而知 一个妻子不被尊重 丈夫狂妄自大的家庭 也一定是在走下坡路的 同样追到笑花的郭德纲 却始终坚持将妻子王慧 放在第一位 在一次表演活动上 郭德纲对又美又有才的王慧 一见倾心 那时他刚开始创业 穷得叮当响 可他依旧会用身上 仅剩的一百元 请王慧吃大餐 随着事业渐渐有起色 郭德纲忙得不可开交 可有一次 他得知王慧身体不适 连夜从天津赶到郑州 凌晨五点出现在他身边 被郭德纲打动的王慧 成为了他最坚实的后盾 不仅揽下了德云社的后勤与管理工作 还四处奔波 为演出筹钱 夫妻俩齐心协力 将德云社办得红红火火 如今 当被问起对妻子的感情时 郭德纲一脸严肃地回答 反正这些年如果没有他的存在 德云社根本到不了如今的成绩 婚姻不是找一个保姆 而是找一个并进的战友 每位妈妈都有为家庭付出的真心 区别在于他们有没有被重视 尊重 所以 富养妻子其实就是富养家庭 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 妈妈们的负面情绪 主要来源于 因为家人或配偶的做法 而感到不开心 高达75.73% 每一位岁月静好的爸爸 身后都有一位负重前行的妈妈 而每一位负重前行的妈妈 其实都藏着一肚子的委屈与难过 那么 爸爸该如何富养妈妈呢 有多少夫妻将婚姻过成了比惨大会 妈妈撒娇说 做一顿饭好累哦 爸爸反驳说 做饭有什么累的 有本事你天天加班试试 妈妈诉苦道 哄孩子真不容易啊 爸爸反驳说 你只要哄孩子 我还得看领导脸色 谁也不肯让着谁 夫妻之间气氛愈发紧张冷漠 但富养的前提条件 就是懂得体谅对方的不义 只有当爸爸知道妈妈平时累在哪里 才能有针对性的体贴与照顾 抱怨让彼此疏远 体谅才能拉近夫妻之间的距离 在这届东京二运会上 郭晶晶受主办方邀请去当跳水评委 哪怕内心很期待付出工作 他也没有立马答应 而是犹豫了很久 国外疫情怎么办 三个孩子怎么办 霍启刚则一步一步打消了他的顾虑 为老婆东奔走采购消毒用品 光是洗手液就准备了整整一箱 承诺自己一定会带好三个孩子 并且准时汇报 于是这几天 霍启刚开启了疯狂晒娃模式 带孩子去吃麦当劳 晒一晒 陪孩子一起看奥运会 晒一晒 当然 还有必不可少的秀恩爱环节 郭晶晶一入境 他就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 你看 这是我老婆 老婆负责征战奥运 追寻梦想 老公负责赚钱养家 带娃哄娃 难怪已经生完三个孩子的郭晶晶 丝毫没有疲惫 依然神采奕奕 越来越漂亮 一位妈妈过得好不好 看脸就知道了 被抚养的妈妈 眼里是有光的 嘴角是上扬的 被穷养的妈妈 眼里是暗淡的 总是忍不住叹气 很多夫妻生孩子以后 就忘了过夫妻生活 其实 妻子当了妈妈以后 也还是女孩 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 偶尔也希望 得到丈夫的宠爱 重温少年说时 被一对夫妻打动了 结婚十几年 女儿和郑盈都上初中了 她们的感情 却依然如热恋一般 每次出差 爸爸都会为妈妈 精心挑选一份小礼物 结婚纪念日 更是大牌上 从小区门口 一路撒着玫瑰花 到家门口 然后 爸爸在妈妈 推开门的一刹那 深情款款地说 老婆 我爱你 然而 女儿觉得还不够好 虽然爸爸已经做了很多 但可以再接再厉 让妈妈体验一下 睡到自然醒之后 去做美容的幸福生活 爸爸当即承诺 我答应你 以后分担更多的家务 一旁的妈妈嘴角上扬 笑容藏都藏不住 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富养妻子 其实很简单 不需要花很多钱 只需要一颗真心 在妻子快乐的时候 为她感到快乐 在妻子苦恼的时候 为她分担忧愁 接纳她的小脾气 满足她的小心愿 最重要的是 认可她的付出 与她并肩作战 你给她的真心 她会还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愿你也是文中那个 最幸福的她 我是主播珍大珍 我依然在新疆 期待着与您的 下一次相遇 晚安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